你为什么非要开一个实体店 你直接做网络带货主播不销吗 还不用操心 还不用投入这么多 直接赚个中间商差价 这句话是自打大家牛开业以来 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 为什么非得开个实体店呢 因为实体店卖的是食物 网上带货 那要是带货的话 卖一个是一个 赚一个算一个 实体店跑了喝上跑不了庙 实体店呢卖一个就要维护一个 争取下次能成为回头客 所以说实体店呢 非常注重产品本身的品质 服务还有信誉 所以说要想干好 要想长久 必须得有实体店 这是对品质服务 还有信誉的保证 吃吃阿姨哥姐妹 你们说对不对 去摘上点菜 看看我这点菜 种了有两个多月了 往后天凉了 这菜也不愿意长了 再来上点香菜 挑这个大哥的 瞅瞅 你看看一腻外边是长的 你瞅瞅你们几个 啊 还睡着呢 你看看这都弄吃了 没动静 看我这小日子一天多恐怖 最近好多那个车友朋友喊我 呦你店也弄好了 咱们出去玩去啊 哎呀我说最近先不出去了 因为我们大同这个地方戴好口罩了 最近又有好几个 现在我们哪里去不了 一天割了一次澡子 我也很想出去 但是不行 稳当稳当吧 想出去的 咱们大家伙到时候不行 聚一下哈 比如说明年没啥事 看看约一下一起去 去西道 好多么 medida 看一下我今天做的 这是什么办法 怎么感觉我做的跟人家做的不一样呢 放点小青菜 来尝了海参 博博营养吧 大家的海参五块钱不舍得吃 让我天天吃 一天吃一个 五块钱说 女人多吃海参好 能够提高免疫力 增强剂一力 抗衰老 然后说她一个大老爷们吃了浪费 让我天天吃 把身体养得胖胖的 我今天早上这个饭卖相不怎么样 但是味道还是挺好的 现在是早上的九点 昨天发行的海参 今天来换水 看一下经过这一晚上 它长到什么样了 哇塞 看多漂亮 捞起来一个看一下 水是很凉的 看 满满的汤很漂亮 手感也不错 看这三百个图了 刚一开始感觉没多点东西 这是昨天晚上 我给分了两个箱子 一个箱子 两个 慢慢的再长 这一个箱就满了 撑取着 我呢 太好了